有一位原本的撞球选手 在中风之后人生变调 他本来一直想不开 但后来一边复健 一边踏实卖兵 也同时学会了人生当中 面对与放下的功课 夏天冰凉的糖水 来自热腾腾的厨房 王妇宴的太太王熟蓉 正在炉火前 卖力挥汗炒着大锅里的砂糖 岳父母为了熬煮凤利冰 帮忙削皮 屋外的王妇宴 也有他的任务 他会痉软 这个是当初伤到脑部的时候 就会这样子 然后每天还是要复健 两年前不到40岁的黄妇宴 突然中风倒下 住院整整一年 出院这一年 身体还在慢慢康复中 但他生病后 家里卖兵的小生意 就得换成太太接手 中风后 黄妇宴损伤了幼脑 影响到身体锁半边功能 左手左脚都不再如以往灵活 黄妇宴每个月要定期回诊 每周要到诊所附件三次 每天都要居家自行运动 踩脚踏车 拉吊环 最大的目标 就是让自己能再回到厨房 分担太太的辛苦 运动复健的过程中 只要一用力 左手就会不自觉紧缩 得靠小女儿 把她的手指慢慢扳开舒展 这一病 大小事都要人帮忙 曾经是裹手的她 更不能接受 自己的手有一天 竟然不听她的话 原本我是一个撞球的职业选手 那因为打撞球 然后比赛巡回赛打下来 其实冠军永远都是只有一个人 那其他的几十个人 甚至上百个人 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 这个冠军的头衔跟奖金 那很现实的问题是 你家里有三个小孩要养 那有一定的开销 所以最后迫不得已 我放弃了这个兴趣 王富彦曾是撞球职业选手 在娶妻生子三个孩子陆续出生后 养家变成最现实的考量 他挥别了二十年最爱的撞球职业生涯 想起外公从前曾经推着摊车 夏天卖冰 冬天卖车轮饼 小摊子经营成本低 成为他转业的考量 其实以前妈妈是师范大学毕业 所以他当了老师 那在传统的观念 老师是一个铁饭丸 所以外公不希望妈妈吃苦 所以也从来不让妈妈去 进到厨房帮忙 但是妈妈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 所以他一直都会去 能做什么就帮什么 王富彦的外公舍不得女儿辛苦 又过世得早 卖冰最关键的糖水 黄妈妈当年没学会 只能和黄富彦的外婆 凭着印象口述 黄富彦是靠着口船家摸索 虽然有些记忆早已模糊 但有件事妈妈很确定 我记得在最早的时候 妈妈曾告诉我 就是在外公初期 在做这个冰淇淋的时候 还有糖水的时候 曾经有他一个好友 送给他一盒 那个叫色素香精 他只要滴一滴 整桶大概50公升的冰品 就可以有草莓的味道 有芋头的味道 但是外公他坚持不要 在妈妈的口中跟我说 他把这一盒直接丢到垃圾桶 外公卖冰真材实料 糖水从炒制到熬煮 用的是由这堂提炼出的二砂 炒糖的工作更是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 那砂糖下去炒利用直火 下去直接翻炒 干炒 炒出它的香味之后 然后加水熬煮 这个过程说起来可能很简单 可是他历经的过程可能至少要三五个小时以上 而且你必须在旁边顾着炉火 黄福燕现在状况比较好时 偶尔还能用右手帮忙太太 从前都是他一个人在厨房炒糖 他知道这过程有多辛苦 白天必须要在摊位上贩卖 所以到了晚上可能只有晚上的时间 能够去做炒制的动作 但是实在是很累 所以我有打瞌睡过一次 那个连房子都快烧起来 它整个焦掉之后它会温度很高 那等到整间房子都是烟雾弥漫的时候 我才发现 那之后他更不敢踪现了 墙撑着眼皮 就怕一个闪失 几个小时的努力都白费 炒起来带点焦香味 又不能让糖真的烧焦 必须靠不断翻炒出风味 熬出来的糖水淋上撒冰 才有古老又天然的味道 过去那些年的夜晚 黄富燕都在锅边熬着 他相信外公耗时费工的古法糖水 惊得起市场考验 只要认真延续 在吃热的炉火边翻炒 能换得它踏实挑起一个家 因为之前熬夜下去做这个糖水 然后再加上刚好那一年的全国运动会 我代表了桃园做了这个撞球的选手 代表选手 于是我就再把晚上的睡觉的时间 再拨出一点时间来训练 那有一天早上一起床 手一麻就倒下去了 送到医院被判定是出血型中风 医院发了病危通知 太太紧急将他转送到大医院进行手术 对撞球难以忘情的他 日夜工作加上练球 不但没能再次上场 还因此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手术后有半年的时间 他全身瘫痪 黄富燕因此陷入沮丧 他不甘心 无法接受勤劳工作 追求梦想的人生 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 回诊医生告诉我说 出血型的这个中风 中风的病人要回复到百分之百的状况 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于是当下其实受到蛮大的打击 我认为说 我才三十几岁 怎么会遇到了这样的状况 而且当时在医院瘫痪了半年以上 那整天食衣住行 甚至吃喝拉撒睡都是躺在床上 病中卧床的煎熬 他变得暴躁 经常对太太发怒 动辄吵着要离婚 带了晚餐来给我吃 那吃完之后 因为那个菜 不是我喜欢的 所以我就对他发了脾气 那发了脾气之后 太太转过身流了眼泪 但是转回头来的时候 还是笑笑地对着我 因为他希望我能够把这顿饭吃下去 才会有营养能够继续复健 那其实那时候看到了这个景象之后 我才觉得我实在是 很不应该把脾气发在 身边对我最好的这些人 我应该要把这一份力量 在复健上面好好的复健 太太用手后换回了黄复燕的不安 她从在床上练习翻身 重新学坐 学站 学踏步 再到练习走路 整整一年的时间才终于出院 回家后 她的复健得继续 家里的生计也必须重新安排 每天推着摊车 在外风吹日晒雨淋的日子 不适合黄复燕的身体状况 她和太太计划着 要找个店面重新开始生意 为了她 太太一边找店面 兼工装潢 一边拿起了锅铲 转油太太在草堂的时候 其实一个女孩子 这个耗费的体力是真的非常的大 那她每天我只看着她 拿酸痛贴布往手上贴 那但是为了家庭的生计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让她停下来 看到太太辛苦 黄复燕沮丧自己帮不上忙 也拉不下脸 说贴心感谢的话 但为了让太太不要那么辛苦 能走更长的路 她能帮太太的 就是改成小亮制作靠手工 到了旺季亮大时 换成机器炒堂 但凤梨 黄复燕依然不愿意靠机器 还好有岳父母来帮忙 但是如果你是用机器下去代工下去切的话 它的原汁大概会跑出百分之三四十以上 那你在熬下去的时候 其实凤梨本身的香味跟香气 都是来自于这个凤梨的原汁 所以我们才会坚持一定要手工下去制作 切好凤梨也由太太熬煮成酱 煮凤梨酱的三小时里 得站在锅边不断搅拌 避免烧焦沾黏 王淑荣扛下了另一半从前所有的工作 他不在乎我有没有帮得上忙 他只希望我每天能够好好的复健 然后能够赶快地步上这个轨道 所以他最大的希望 他觉得我们曾经有讨论过 他觉得他再苦再累 他一点都不觉得苦不觉得累 他觉得只要我们能够赶快好起来 然后大家能够开开心心地在一起出去玩 这一切的付出跟他都觉得是值得 为了太太的心愿 黄富燕努力复健 学着渐渐放下中风这个人生关卡 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 遇到一次这样的状况 而且又发现了身边的太太 是那么样的对你的奉献 但是我认为如果你没有积极地去努力做这个事情 它并不会有转换 也不会有改变 所以如果我当时在中风之后 是在那边自怨自哀的状态下 其实没有现在的这个店面 也没有后面种种的一切 所以我觉得其实人 应该要去面对当下遇到的困难 和外公的糖水一样 香甜中带着围交 人生也有苦有甜 糖水教会黄富燕勤奋 也让他领悟面对与放下 感谢观看